心中啊 这是我给亲家准备的礼物 这个是极品喜业 那个是千年野生灵芝 还有这个 是上个月 你把矿区刚挖出来的 老颗玻璃种粉碎原石 挖连夜让人加工出来的手镯 好看吧 真好看 阿姨一定会喜欢的 妈你真好 那这次你跟家明的订婚宴 我们可以参加了吧 妈 我想找个不贪图我们陆家家式的男人 你们跟着去 请不就报了 行了 时间不早了 赶紧去吧 好的吧 那我先走了 哎呀 我们家明呀 真是有福气 居然找陆首富的千金当女朋友 那是 我们家明啊 就是有本事 是啊 有了陆小姐联姻 以后我们龙鹿两家 在整个魔都 我们都是天下第一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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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呀 多亏了宁宁 找来陆首富 拉来投资 我们陆家呀 才渡过了这次难关 来来来 大家都敬了小姐一杯 来 我现在也是龙家的一份子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想不到这么容易 就骗到这帮蠢货 看完过不了多久 我就再也不用过穷日子了 坐 哎呀 宁宁呀 真是贤惠 家明啊 嗯 今天晚上回去 赶紧啊 跟那穷丫头分手 以后呀 好好对宁宁 好好过日子 就是家明 不是姑妈说你啊 你怎么找那个陆新竹 当女朋友啊 那个好吃懒做的家伙 我上回让他洗个碗 都洗不干净啊 真是气死我了 他呀 就是个小职员 这工资地就算了 整天花钱还大手大脚 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钱 哎呦 这该不会是在私底下 干什么 不正当地交易吧 哎呀 行了大姐 别提那个扫把星 真是晦气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呦 扫把星来了 你是谁 说谁是扫把星呢 我是家明他大姨 说的就是你 自从你跟家明在一起 我们龙氏集团啊 越越亏损 差点就破产了 你不是扫把星 谁是啊 明明是你经营不限 闭嘴 你个扫把星人 瞧瞧你那细胳膊细鼓的样子 这屁股啊 又扁又小 这一看 就生不出来儿子 将来啊 你怎么还继承家产呢 你 你什么你 看你这张客服里 谁娶谁倒霉 幸亏没进我们龙家 够了 就算你是长辈 也不能这么侮辱人吧 还有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用外貌来打烊女性 好了 这里不欢迎你 出去 伯母 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今天可是我和家明的订婚一样 订什么婚 这年代 讲究的是门当户队 我们家明年纪轻轻 就当了龙氏集团的总比堂 身家过亿 而你呢 你有钱吗 你在市里有房吗 你的户口落在魔都吗 我 你什么都没有 你凭什么嫁给我儿子 我可是首富的女儿 财富人脉 要什么美 反倒是薄 今天怎么怪怪的 听见了没有 金管 穷鬼 今天呀 可是家明 跟陆家首富千金 陆小姐的订婚宴 陆洛宁 怎么是她 要不是宁宁呀 找首富大人 给龙氏投资 这龙氏呀 早都倒闭了 还是宁宁呀 才能配得上 我们家明儿 大姨 您别这么说 还是家明更有能力 才能让龙氏 起死回生 那笔钱明明 是我让我爸偷的 怎么变成他的功劳了 想不到吧 家明还是被我拿下了 龙家少奶奶的位置 只能是我的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滚 原来是陆洛宁在冒充我 难怪伯母对我态度大悲 不行 我一定要揭穿她的阴谋 伯母 您看 我跟家明在一起三年了 这马上都要结婚了 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 就分手不慎 您看 我今天还特意给您带了礼物 一个月就两三千块钱的工资 能拿什么好东西 你看好了 这可是千年野生灵芝 有钱都难买的好东西 这一看 就是人工养殖的便宜 一股硫磺碗 你还跟我说是什么野生灵芝 你真想毒死我吗 我去 这可是几百万的东西 你到底实不实货 那您看看这个 这是老坑翡翠玻璃肿的手桌 这水头 你看就好 新竹 花了不少钱吧 不贵 也就三百万 阿姨喜欢就好 三百万啊 哎呀 宁宁啊 你是首富千金 见多识广 你跟阿姨看看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什么三百万 路边逃来的水货 三十都嫌贵 什么 水货 我 我 喝 我 你 谢谢观看